南投警方在深夜接获有一名70岁的独居长者 家中马桶水箱不断的出水 立刻前来协助 而南投中心新村的长者人口多 平均一个月就会接获实践 都是为长者服务 水深不断 浴室里马桶水箱不断涌出水来 水流蔓延地板严重积水 警方赶紧用老虎钱将水拔关闭 有个小孩 几日问题 夫人真的好感谢 因为他是独居长者 在深夜12点多遇到问题 只能求助警方 感谢感谢 我也不会 真的不好意思 事发南投近期有70岁妇人 家中马桶水箱不断涌出水来 亲戚之下报案向警方求助 隔天妇人也请真正的水电工修马桶 不过人民保姆化身水电工 也让人不免质疑 是否已经超过业务范围 还是希望说这种事能够回归到社会局 或者是说比较不那么紧急的时候 在白天再去做处理 因为本辖居民人口老化 平均一个月都有个实践 警方强调因为辖区年长者居多 也算是关怀的一部分 但看看除了南投近期新北市 也有消防人员 帮行动不变的独居长者做饭 随着国内人口老化 独居长者越来越多 警销卫民服务的项目也更五花八门 记者宗路成南投报导 未经训員会 没有错过爸 什么